纵观原文设计 故事情节围绕四人展开 分别是刘备 吕布 曹操和袁树 后两位戏份较少 暂且不论刘备和吕布的相爱相杀 在这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开始 刘备好心收刘备打的屁滚要留的吕布 还一度想把中原相应交给他来掌管 好在关张二人靠瞪眼恐吓 阻止吕布接下相应 吕布为如愿 后来刘备将吕安顿在小配 要联盟 这可把警惕心极高的曹操给焦急坏了 使出反见计 想让刘备和吕布火兵 从中获利 可惜聪明人刘备不上当 坚决不杀吕布 两人感情还因为开诚不公而升温 曹此计不成 又生一计 一边秘密告诉袁树刘备要打他 另一边光明正大地要求刘备打人数 毕竟是皇上的诏书 刘备没办法 只得起兵 留下张飞守城刘备远走 张飞醉酒 部下反派 吕布也是不厚道 反手一个偷袭徐州成功 张飞还把家眷留给了吕布 很无语后来元树想和吕布联手夹击刘备 可是两个小气鬼在粮草问题上斤斤计较 最终谈崩了 吕布再一次辟颠辟颠选择和刘备讲和 这就有了后来的原文设计 不负众望 射中 停战后来又因为张飞的鲁莽再次和吕布火兵 刘关璋又不得不投奔曹操 故事讲完 我们来聊聊吕布 假设吕布没有生在三国 或许他可以抵御万敌 成为一代名将 可惜没有如果前手刘备出兵 后手占徐州看小力而望大义 为丁元 董卓 王云卖命 又投奔各大势力没有主心骨 成功多次妙计不听 磨磨叽叽措施多次良机优弱寡断 但他不像曹操那般奸诈 也不像刘备那般笑面虎 只是吕布每次做完事 都不会好好善后 给后人留了画饼 吕布倒是可能成为英雄 只是他选错了路和该怎么走这条路 吕布 挺惨艺人 不仅最后什么都没落着 还留下个匹夫之勇的骂名贪图小力 没有理想 没有规划 没有毅力这些词语 很可能正是每一个迷失在生活中年轻人的代言 所以你是想成为被绑在白门楼上的吕布 还是变成像刘 曹 孙一样的肖雄呢 而肖雄拥有的正是理想 规划 毅力等优秀品质 迷失于生活 又重生于生活 才应该是每一位奋斗者的代言词 吕布这么失败 有没有优点呢 除了他武力高强 一表人才外 他可能有女人缘吧 从不伤害女人 即使刘备的家眷们留在了他的身边 但是他还是如数奉还刘备 这还蛮可敬 可能是个暖男 但还是不能改变他是个失败者的事实